首先,在窗戶的部分,先用清水讓灰塵浮出 然後用牙刷與抱紙,讓鋼污清理乾淨,讓液污清除 接下來,窗戶的部分,一樣先用清水噴砸,讓窗戶玻底打濕 並將膠條上的灰塵噴進,然後加上肥皂與海綿清理 讓玻璃表面還有窗戶的髒污擦除,另一面也以相同方式處理 接著,用清水把泡沫沖洗乾淨,利用抹布與海綿吸水 搓洗玻璃與窗框,直到沒有滑滑的觸感感 更一面也以相同的方式處理 接下來,要將水平擦除 先用乾抱紙或乾抹布,讓粉平水皮擦乾 之後再用暴紙,讓玻璃表面擦拭乾淨 之後再用暴紙,讓玻璃表面擦拭乾淨 處理完後,窗戶的清洗,又大功告成 慶祝你